GYP在2022年女团盛世之年拉垮了 旗下女团的回归成绩都非常糟糕 Tress是正常的走下坡路 但EG和MX的情况就是策划的锅了 GYP面对这一问题 选择的处理方式 是让Nizu来含牛内卷 作为韩国三大娱乐公司之一 GYP打造了无数成功的女子组合 2020年12月 九人女团Nizu上线 但是为什么Nizu这个名字出道两年了 对KP来说还是有些陌生的 这是因为Nizu的成员都是日本人 而且是最早在日本出道的组合 此外由于Nizu是在新冠期间出道 因此活动受到了很多限制 Nizu出道即登上攻心榜榜首 歌曲Make You Happy按微波放量 首次突破三亿次 12月中行 Nizu在大阪京磁巨蛋举行了演唱会 创造了日本女艺人 进入巨蛋的最短时间记录 Nizu最初是通过韩式训练诞生 在日本没有活动的时候 全员都住在韩国的宿舍里 令居了解 Nizu在韩国的宣传活动也被议论纷纷 已经在日本大受喜爱的Nizu 宣布2023年在韩国全面推广 Nizu能否为KP注入新的活力 备受期待 爱的韩社 每人结束我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